怕原来是到处去借地来配的 让他们家的农舍变这么大 所以刚刚踢爆了以后 内政部就要求各县市普查 说到底有多少农舍呢 被人家用过套会了 在藤本里面加以注迹 这样子的话呢就惨了 因为一普查了以后 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当初甲耕乙买这个农地 我认为我的农地是干净的 我可以耕田没有问题 也可以有需要的时候 盖农舍 可是当我们把所有土地都整理过 去注迹了以后 不然发现当初所买的土地 却被人家套会了 这个时候我当初买一千万 不能盖农舍的时候 请问我这块土地有没有贬值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要来讲的 就是有关于农地套会的这个问题 农地套会的问题在我们农地的买卖 非常的常见 什么叫做套会 什么叫做套会 都是牵涉到当时农地的兴建办法 我要在这个农地上盖农舍 但是我的农地太小 因为我们的法规规定只能盖十分之一 那你太小的话 就是你的农地不够 所以在当时就会变成说 是AD不够 我要去找BD来 变成这一个房子的基地 所以各位这个房子呢 就变成它AD跟BD 都成为这个房子的建筑基地 所以我们讲这个基地叫做一宗基地 这个地方B上面没有房子 但是变成这个农舍的一个基地 所以它就变成是配地 那我们建管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为了怕说一个地重复被人家使用 所以它会把它涂上颜色 所以我们才会说套会 那么各位涂上颜色 表示这一块地已经被用过了 被人家用过来去兴建了 所以这个就是套会 那么套会就是会管制它 将来不可再作为农舍的申请 不可以再供农舍申请之用 因为它已经被用过了 所以这个就是套会的一个概念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套会都是去公所他们在做 我们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AD要在上面盖这个农舍 那么它去拿别人的地来用 就会往往发生了地式这样的情形 甲要盖房子 它拿乙的应有部分二分之一 拿这个来给它作为整个基地 这样就够了 可是各位 这个乙当初是跟丙共有的 在共有的话 它的权力是在每一个点上 并不能够确定乙的共有就是这一边 因此各位 在涂颜色的时候 是涂乙的部分就好呢 还是连丙的部分都要把它涂颜色涂上去啊 因为共有不可分 所以就把全部的地号土地都套会进去了 有那么一天呢 丙他发现说我自己在别的地方要盖农舍 他要拿他的土地来用的时候不能用 不能用 各位这样子有没有侵害饼的权利啊 这个当初全部都是因为监管法令 还有在处理的时候法令不完备所造成的 变成说你拿你的东西去套 结果我这一边呢竟然也被套住了 所以在农地里面是非常麻烦的 像这种情形的时候就会发生受损 所以各位呢套会最主要来自于农舍的管制 但是它不称为法定空地 那么各位呢 以前啊在以前建管跟登记成本上 没有去一条龙把它资讯整合起来 因此以前建管它这一块地有套会 可是土地地政事务所的成本却没有说明 没有说明 那么应该是建管在上游地政在下游 有套会应该要传给地政去说明筑记 这样子人家对于这个土地的资讯才会清楚 在以前因为藤本都没有筑记 所以呢我们买到的农地 我们都认为很干净 可是各位呢后来因为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啊 他们家盖了很多的农舍被踢爆了以后 哇说大家怎么盖这么大农舍 各位原来是到处去借地来配的 让他们家农舍变这么大 所以内政部呢就要求各县市普查 到底有多少农舍被人家用过套会了 就会在藤本里面加以筑记 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惨了 因为一普查了以后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当初甲耕买的地买这个农地 我认为我的农地是干净的 我可以耕田没有问题 我也可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盖农舍 可是各位呢当我们把所有土地都整理过 去筑记它了以后 我突然发现我的当初所买的土地 却是被人家套什么套会了 各位我当初买一千万的 我不能盖农舍的时候 请问我这一块土地有没有贬值 有没有贬值 这种纠纷就起了 他说我如果这一块农地 当初我买的时候是可以盖农舍 所以它值一千万 现在我这一块地是被筑记 说被人家用过了 所以不能够再拿来盖农舍 当初这个钱就不应该卖我这样 所以他第一个就想要解约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解约 因为当初买的时候或许比较便宜 你现在解约的时候是土地还给人家 那么人家还你一千万 各位这个很多卖方都还说 好啊我就解约啊谢谢你 甚至于各位他在告他的时候 他就讲说不然大家解约 你土地还我我钱还你好了 因为这个农地现在可能三五千万以上了 所以笨蛋才想要去解约 除非你当初买的是很贵 到现在都还没有翻身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想要来干嘛 就是减什么减价或是请求损害赔偿 这个牵涉到台湾民法上 减价是在瑕疵担保里面才有减价 损害赔偿是在债务不履行不完全给户的时候 就是解约跟损害赔偿 那这两个本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们都会把这个减价弄成损害赔偿 如果是主张减价 因为它在瑕疵里面 它会有时效会五年 可是各位这种东西 我当初买农地 现在被筑记 可能都超过十来年 在这种情形的时候 德国的民法跟日本的民法 其实现在他们已经不分 瑕疵跟债务不履行 而是认为说 当你的几户不完全 像这种土地有给 但是它的土地的使用强度 没有到很满足的时候 它认为说几户不完全 也是可以减价 来化解这样的一个纷争 各位德国的民法已经修正 日本的民法也修正 但是台湾的民法 没有跟着与时俱进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减价 很多的人买了以后 现在就回头告卖方要减价 各位那么这个减价的时候 我们就会送去估价 那这个估价就很好玩 现在这个农地 假设是3000万 当初买1000万 如果你用现在的价格去估的话 你是倒赚 你哪有受什么损失 但是各位 这个估价最重要就是 估价的时间点 所以各位在这个案子里面 估价的时间点 要拿到当初买卖时的时间点 所以各位是要从1000万里面 假设像凶宅都是打7折左右 那么就会变成要减价30% 就是要还人家300万 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去处理 这个是农地被套汇所衍生第三个问题 会产生买卖上的损害赔偿 债务不履行的问题 好 那么农地的第四个 我们就是说要去解套汇 解套汇 这个上一次老师有说过解套汇的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既然农舍在这里 那么这个农舍如果已经很旧的 各位你就是买下农舍 然后拆除 然后就是废子当初的建造执照 第二个就是看你拉不拉去 因为当初如果借来的地很大 那么地还够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用不到的解出来 用不到的这个基地的部分 可以把它解开 就是涂掉那个颜色叫做解套汇 各位第三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农地呢 它的使用分区已经变更为非农用 譬如说这个农地 以前在我们南子桥头大社院草有很多农地 他们它有农舍套租了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在那个地方有发展 所以政府把它变成工业区 或是变成住宅区 这个时候因为政府的使用分区变更 已经不再供农舍十分之一的要求 这个情形也可以把它解套出来 大概解套的方法是这样 大部分的情形是解不开 有些讲说老师说整个八卜解不开 人不是我杀的 因不是我种的 当然果我也没办法解得开 解不开的时候就非常的麻烦 你这一块农地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五个就会面临什么 农地因为会分割 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同学听 这个农地当初继承来了以后 农地就好几房就几分之几 假设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一 每一房都在这里 结果这个时候这一个大房 他要在这里盖一个农舍 那大家是不是都盖章给他 鸡丙丁物都盖章给他 让他盖农舍各位 那所有的土地是不是都拿去放做基地 现在大家认为说 孩子都大了 我们已经到第二代来了 再不分放到第几代 所以他们想要去把它给分割 单独的农地出来 单独的土地出来 各位可不可以 农地的分割 农地的分割 农花条例第十六条 就是你要割的话要几个要件 第一个要0.25公顷 就是我们民间所谓的两分半以上 你农地如果割不到两分半以上是不可以的 比数不能增加 农地不可以增加比数 譬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样一块农地有三个人ABC要割 各位我是不是把它割成这样子最OK啊 这里是鹿 那我这个农地我这一块大家留作鹿啊 那么我也可以从这里走你也可以从这里走 甲乙丙这样子 大家都有入通 然后这一个变成是多一块地 大家保持共有 这种割法大家都有入是不是perfect 问题我们法官也这样割了 大家也都OK了 割了以后送到地证 地证说对不起不能登记啊 为什么 因为你们共有人只有三个 你土地割成四 所以各位比数不可以超过人数 比数不可以超过人数 两分半有点例外 如果说以前是继承而来的 那各位现在这一件就是卡到民法823条 依法令不得分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农舍建筑办法里面就是说 未解除套汇啊 农地没有解除套汇 不得分割 你不可以分割 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没办法 它要去分割的时候 要割成五块 大家都没有意见 或是说呢 它到法院进来要分割 大家都认为说这样的割法 大家都有零路 所以这个是割法是正确的 问题是什么 因为它是农地 而且都已经拿来当基地 那么又这个规定说 未解除套汇不得分割 那么我们目前法院啊 如果农地被套汇 如果农地被套汇 他说不得分割是什么 原物分割不行 割成五块不行 那我说全部的农地都归甲 原物全部都归甲 那么甲在用价金呢 补偿其他共有人 民法824条第二项的第二款 跟第三项的这个规定 用原物全部归甲 你说不能分割 那我全部都归你 那你都拿去用 那其他的就补偿我们金钱 这样可不可以 那不然干脆就是这样子 就把它所有的土地都拿出来 变价分割 就是拿出来卖 最后大家分钱 这样比较公平 可不可以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个 非常不好的消息 凡是农地有被套汇 我们的最高法院说 对不起 不得分割 这四个字 不管你是原物分割 是原物加 价金补偿 或是变价分割 全部不行 各位注意啦 你家如果有跟人家共有的农地 而被套汇了 你的地就死了 连割都割不出来 那么可能你就要跟人家共有好几代 一直等到那个房子能处理 所以各位啊 真的这个地方不可以随便盖 使用同意书去给人家盖这个东西 尤其是这个农地 它扩张得非常大 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可以处理的 一样的状况 我们也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成所谓啊 法律有限的 人事无穷 当这个人呢 当他在这里呢 盖了农舍 这个A 实际上是A跟B 两间两个都有门 但是它是一张农舍的建造纸杂 这个地方是它的配地 配在这里 那么各位 我甲跟乙 我甲有四分之三 我乙只有四分之一 可是我们这一个地 是我甲有四分之三 乙有四分之一 这个地也是甲四分之三 乙四分之一 这样我可以分割吗 各位不行 因为这些地都是人家的浓舍的基地 都被套毁 所以法律说 不得分割是全部都不能割 全部都不能割 那你变成要跟这个人呢 变成你要跟他好好相处 但是呢 因为他每天都在播放江会的拍到顶 你呢 怎么办 我后来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干脆用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 多数觉 我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四分之三 大于三分之二 我全部连你家 因为这个房子也是 这个房子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全部把它卖掉 哇 各位 又卡住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只能卖土地 房子卖不掉 因为房子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啊 那你房子一卖不掉 外人来买 也是继续被房子套住 所以没救 因此各位啊 小心哦 我们不要随便去买农地的磁分 农地的磁分要买的话 将来要分管 可是将来分割很麻烦 而且千万千万要查清楚 这个农地千万不能够有被套费 如果你去买农地 而那一个农地被套费 我就恭喜你 你被套住了 那这个套住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套住一直要等到这个房子的这张建造可以处理 那个可以处理的时机不是屋岛 就是大约在冬季咯 也就是遥遥无期啦 所以在这里呢 请各位呢 要注意啊 土地的买卖里面呢 充满了很多的专业知识 而且水很深哦 短角的要小心哦 好 以上呢 供各位参考